因为瓜迪奥拉的存在,曼城保持了长达十年的英超统治力。可以说,只要瓜迪奥拉不走,曼城就会一直繁荣下去。但是队内的球员也都是独当一面的。如果缺少了某个球员,瓜迪奥拉的工作开展,其实也要受到一定的干扰。 相比于当打之年的球星来说,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功臣,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拉锯战,是走是流的决定也要提上日程。足球领域就是这样,当打之年的球星,总是受到更多俱乐部的青睐。 而进入职业生涯后期的球员,哪怕是球队的功臣,都避免不了受到排挤,甚至是被扫地出门。毕竟足球俱乐部需要的是盈利,而不是慈善机构。但也有很多有良心的俱乐部,可以让球员功成身退。这也是对一些功勋之臣莫大的奖赏。 瓜迪奥拉自从入住曼城之后,有一位球员一直都是跟随瓜迪奥拉南征北战,为俱乐部功成拔债,可以说是曼城的元老级球员。 当阿贵罗退役之后,曼城为他竖起雕像之后,那么德布劳内的退役,曼城将会失一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呢? 不过说这话为时尚早,目前德布劳内还没有对自己退役之后的生活产生想法,因为他还希望在帮助曼城继续冲击冠军。 但是管理层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想法,而这种想法可能会引起众怒。 据TA消息,德布劳内再次绕开经纪人,和曼城管理层进行续约谈判。 由于受伤暂停的续约现在重新开启,但是曼城管理层只有评估过德布劳内的伤病之后才会选择具体续约条件。 一旦德布劳内的状态出现下滑,曼城依然有和他续约的可能性,但40万磅的周星大概率要下降。 要知道,德布劳内在帮助曼城夺得欧冠军之后,就进入了伤病休养期间。 几个月的时间,德布劳内都无法出现在比赛中。 关键在于,曼城在缺少德布劳内的情况下,正常运转,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瓜迪奥拉为雨绸缪,已经布置好了德布劳内离开之后的战术打法。 而阿尔瓦雷斯、福登等年轻小将也都脱颖而出,对德布劳内的位置造成了威胁。 德布劳内现在还希望留在曼城。 所以在伤病之前经过了一次续约谈判。 为了能够留在曼城,德布劳内直接绕开经纪人和俱乐部谈判,已经表达了他的渴望。 但是因为伤病,俱乐部搁置了续约。 现在,续约谈判重新开启。 有一点值得肯定,在经历了这一次伤病之后,俱乐部已经和之前的想法有了一定的改变。 那就是德布劳内的伤病会不会影响他未来的走势。 因为在这个年龄出现伤病,已经表示,球员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 顶级球队之间的对抗,会让伤病更加频繁。 再者说,德布劳内的周星高达40万磅。 俱乐部选择在伤病之前搁置续约。 在伤病之后开启续约,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要对德布劳内的续约合同重新审视。 这无疑是看身体状况的好坏在进行续约。 两点,第一,德布劳内的周星肯定会在新的续约合同当中降薪。 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德布劳内的续约合同不会超过两年。 这应该是德布劳内伤病之后,俱乐部重新审视的一点。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曼城会引起众怒。 因为德布劳内的伤病,以及曼城多线作战对于冠军的要求。 再加上德布劳内的合同马上到期。 如果曼城拒绝和德布劳内续约, 而让德布劳内选择去往沙特联赛。 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但这肯定会引起众怒。 这无疑是赶走了曼城的功臣。 就看曼城管理层如何定夺了。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